什么时候让父母亲抱孙子 陈信宇在今天没有回答 倒是想当阿公的心情 陈水扁今天是写在脸上 众众打破不景气的步子 陈水扁总统下定决心 要为台湾留下景气 上午总统出席台北县五股工商 展览中心的开幕典礼 参观家具站 总统昨天才嫁女儿 看到娃娃车想当阿公的急切心情 写在脸上 总统仔细检查娃娃车的设备 看竹子制成的本土家具 总统心里奠记着两件事 一是经济 二是做阿公 大卖场里总统参观竹子家具 是与前阵子引起讨论的红木家具 总统是巧妙的避开 没有参观 这个展览中心斥资十亿 花了三年时间完工 总统一早就来出席看幕典礼 总统随后参加了中书纪念孔子活动 嫁了女儿 总统要继续拼命做个好总统 好 好 好